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恶性贸易战之下 主要的海外客户购买量已经不如以前 中国开始要找新客户 但却是困难重重 前欧巴马政府的财政部官员 现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的布拉德塞瑟尔他就说 即使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 还是会面临他们生产的大量产品呢 要寻找市场的压力 目前世界上绝对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来取代美国 与中国的制成品贸易达到每年接近4000亿美元的逆差 中国每年大约有1万亿美元的制造商的贸易顺差 这也意味着每年向世界出售的商品比他购买的要来的多许多 而近半数的顺差都是来自于美国的贸易 在今年的上半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值减少了8.5% 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仅增长了2.1% 随着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战进入了第二年 当前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美国不买 那谁可能会购买中国多出来的工厂商品呢 美国他们自己已经存在着汽车 钢铁 和其他全球贸易主要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 更多的工厂 生产放缓和关闭 都很可能会导致失业 并进一步拖累经济的增长 面对进一步的潜在经济压力 北京现在也正在寻求开放其他的市场 其中核心的行动呢 就是在今年夏天 推动民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简称RCEP的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这个伙伴关系呢 包括了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个国家 再加上澳洲 中国 印度 日本 纽西兰和韩国 这个地区各国中级和高级的贸易官员 这周就要开始在中国的郑州举行会议 部长们和部长级的官员们将会在8月2号和3号 在北京与他们会面 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勾勒出一份协议的大纲 而亚洲领导人他们之后可能会在11月 与曼谷举行的峰会上制定出这个协议 不过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协议并不是很乐观 包括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那经济问题雇员成员新浪钢史他就说了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才有可能达成协议 对于11月这样子的timeline呢 他其实是并不看好的 而中国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吴江浩他就说 我们正在继续讨论 希望能够加快推动谈判的进程 希望在今年内可以立即争取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谈判 其实呢自2012年来 中国领导人就希望能够建立地区伙伴关系 来呼应欧巴马总统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计划 其中一个障碍呢就是中国他们自己的高关税了 长期以来北京他是一直担心 如果消减关税的话呢 制造商为了逃离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 会到越南或是孟加拉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寻找成本更低的避难所 那从去年5月开始呢 中国也开始降低关税 中国领导人开始越来越硬降低劳动密集型 低技术含量行业的保护壁垒 专注于更复杂的制造业 虽然平均关税仍还是高于美国和欧盟 但是中国降低关税的产品类 包括了许多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 比如说像是手袋啊 还有低成品的服装 这也是许多中国临近的国家 他们都希望可以出口的产品 今年这个7月2号的时候呢 中国国务院院长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弗斯的会议上就说 我们将进一步主张降低关税的总水平 努力消除非关税壁垒 积极扩大商品还有服务的进口 来提升进口便利化的水平 而印度呢就可能为他们这个规模快速增长的情况之下 成为中国商品的潜在的巨大买家 可是中国它其实这个全球几个大的经济保护体中呢 它是有最高的平均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市场 跟中国比起来呢 其实印度的关税还要来得更加的高 而且这个印度也担心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商品 会大量的涌入 所以其实如果要寄托印度来买中国多出来的商品 其实并不是那么乐观 印度他们的贸易部长就说了 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谈判会达成一项最初不包括印度在内的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呢 谈判当中有其他的国家的利益可能会被限制 中国还与日本和韩国就建立三边的贸易关系 进行了长期的谈判 但是由于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争端 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要达成任何的协议 其实前景都是十分渺茫的 而北京也试图在三方会谈中降低 这个三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单方面降低对世界各地多个门类商品的关税 并增加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 到上周的时候呢 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放缓 已经将近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了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跟川普打贸易战 冲击的关键呢就是出口的领域 全球企业到现在呢正纷纷寻求将营运转移到其他的国家 以避免发生长期贸易战的可能 由于短期之内看不到出路 所以中国需要为制造的产品寻找新的市场 所以总而言之呢 中国向美国销售的海量商品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吸收的 中国的区域邻国在多个行业跟中国一直都是保存着竞争的关系 而且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呢 中国也继续保持的高额关税和其他的壁垒 所以如果要签任何的这个协议的话呢 跟其他国家的这些关税壁垒是必须要降低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有任何想法请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您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 并请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电视 我是为人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